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今年中华职棒赛事 预计将会有17场次在花莲县力棒球场来举办 那么为了改善县力棒球场硬体设备 县长许正威是日前前往了县场来进行会刊 针对了老旧设施进行盘点 并且也要求提升硬体设备 给球员最好的赛事环境 也给球迷最佳的观赛体验 自102年起中华职棒赛事重返花莲后 吸引不少球迷响应参与 也成为花莲棒球的年度盛事 而今年也预计将有17场赛事于花莲县力棒球场举办 为改善县力棒球场硬体设备 县长许正威日前协同秘书长劳中等人 前往县力棒球场进行会刊 随后逐一盘点各项升级需求 包含球员走道地点更新 牛棚球网更新 投影灯具修缮 球场屋顶薄膜更新查验 座椅挥损查验 零一间门板修缮等 并指示教育处尽速完成盘点 早日完成修缮计划 修缮包含104年建制全台手座 大型LED全彩萤幕电子看板 106年球场草皮及球员休息室进行整修等 还有大规模的108年棒球场 友善设施改善整件计划 期盼提升硬体设备 在4月3场赛事里 带给球员最好的赛事环境 也给球迷最佳的观赛体验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